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又来更新我的视频啦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两样Too Faced加姜炳仁限量的两样单品 然后第一件是他们家的Gingerbread限量眼影盘 然后第二件是他们同系列的唇釉 是Gingerbread Man 对吧是正的吧 这两样单品呢 其实不是说今年新出的限量 它是2017年的时候就出了 然后它是2017年圣诞的时候卖的实在太好了 然后就断货了 然后今年它又返厂了 去年我没有买到嘛 所以今年我就买来试一下 然后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看它使用效果什么的怎么样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盘眼影盘吧 这盘眼影盘的名字叫做Gingerbread Spice 就是讲别人眼影盘啦其实 它的价格的话是49美金 然后换算成人民币的话是 340块左右吧 我觉得是这样子 反正就是300多一点这样 反正对于我的估算你们就不要太相信 回去自己再算一下就好了 包装是这样子的 我现在把它拆开 哎呃 哎呃 底下最近长得好长啊 摳东西都好困难 然后打开来里面是个这样子的铁盒子 跟它包装上面一模一样 这样子的铁盒子 它们挺可爱的 我打开来看一下 哎呃 是真的耶 他们家的眼影盘真的有股特别好闻的味道 就是那种甜甜的饼干的味道 嗯 它里面打开是这样子 看一下这个配色 其实还是都蛮实用的 然后我今天想用它画一个紫色系的眼妆 挑战一下自己吧 嗯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 好 好 咪 咪 Cela 这个 这 这个 好的 是 唷 这样子的话眼影部分就是完成了 然后我去画一个眼线 然后眉毛之后马上回来 现在我是把我整个眼妆都画完了 你近看是这样子 然后睫毛膏我用的也是 Too Faced这家的Better Than Sex睫毛膏 然后这些睫毛膏其实我已经用了好几支了 然后我觉得它的延长效果特别好 特别是涂在下睫毛上 让我的下睫毛变得很明显 然后接下来我想试一下这支唇釉 也是他们家同一个系列的 然后色号是gingerbread man 是一个南瓜色 是这样子的颜色 我觉得还是很红的一个颜色 就没有那种橘色 我觉得还是红色的调比较明显 然后它是非常鲜艳的 然后我觉得它有一点点油 嗯有一点点油 就是涂完过了一会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点点油 然后我试一下它会不会掉色 它掉色会比Kat Von D 或者Kelly Jenner家的唇油明显一点 可能是因为它还没有完全干吧 嗯嗯嗯嗯嗯嗯 但是它没有很粘 嗯嗯嗯嗯嗯 还是挺好的 颜色真的很鲜艳 我感觉不是特别日常吧 日常可能要薄涂 这颜色好鲜艳啊 这味道真的超好闻 我家狗刚刚一直在闻这个唇膏的味道 它有股就是那种巧克力奶油味 哎说的我都有点饿了 嗯这个唇釉的价格是21刀 大约是140人民币左右吧 对140人民币左右 嗯还是蛮划算的 嗯上色度很高 浅色度也很棒 就是不是很日常 嗯 除非你是那种 出门就喜欢涂那种气场很强的颜色的口红的人 不然的话日常可能需要薄涂 不应该厚涂了 嗯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眼影盘的完整试色吧 嗯 我先在这个眼影盘里选几个颜色 是在手上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粉啊 质地啊之类的 然后我再把全部的颜色试在 是在手臂上 然后拍下来给大家看 嗯 我已经在手上涂好四个颜色了 是两个珠光色和两个哑光色 然后这个颜色的话可能视频里不太看得出来 它是有一点橘色加粉色的偏光的 就是像两种不同的珠光混在一起的感觉 特别好看 然后我选这个颜色是因为 嗯 它刚刚让我看起来特别 迷 然后想看一下它上手会不会是不同的颜色 我划的怎么这么丑 不过它颜色的饱和度都好高啊 嗯 非常好看 这颜色真的超好看 它是有点橘色的偏光 可能这个视频里不太看得出来 但是现实中它真的超级好看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那个就是 嗯 纯正的 紫棕色那种 这个颜色的话 嗯 果然还是跟眼影盘上看起来一样迷 我觉得我可能 这盘眼影盘里这个颜色一辈子都不会用到 然后这个颜色就比较正常的棕色吧 嗯 这颜色真的超级好看 你看 哎呀 哎 可能真的不太拍得出来 它这边真的有点橘色 嗯 它的饱和度真的很高哎 给你们看 不知道这边看不看得到 就是这个颜色 就是这个颜色 我刚刚稍微用手沾了一点 我稍微用手沾了一点 它就飞了超多的粉起来 就这样 嗯 就感觉它的这个压盘好像不是特别的 伤识这样子 嗯 然后我把整个盘都试在手上 然后拍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它近看是这些个颜色 到手上是这样的颜色 它的颜色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刚刚注意到 有几个亚光色 它的嗯 粉质比较粗 而且不太好上色 然后珠光色的话 有一点点飞粉 但是现象很细微 没有说特别严重 这样 然后还有 嗯 然后还有最后四个颜色 我手臂太短试不完 然后我就试在手背上 是这四个颜色 然后这边可以看得出 你看这个珠光确实有一点点飞粉 这样子 看旁边可以看出 然后这两个颜色 确实还蛮好看 特别是这个颜色 嗯 然后这盘就是这样子的几个颜色 然后我个人觉得的话 这些个颜色 其实还是蛮实用的 就是像什么 大地色啊 或者说粉色系的妆容 或者说南瓜系的妆容 或者像我今天这样 有一点偏紫妆容 都是可以画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它 总体来说还是蛮实用的 但是呢 它的价格也不是很便宜 这样子 嗯 我的建议是 如果大家 就是不是那种 特别喜欢收藏 嗯 眼影盘 就限量眼影盘 这种的话 其实可以不买 然后我个人的话 是特别喜欢收藏 那种限量版什么的 所以我就买了 加在上 去年的时候 没有抢到 一直是心头上的一个梗 然后就今年立马买了 嗯 如果是五分 我会给它四分吧 这样子 嗯 不是很好 也不是很差 比较一般吧 嗯 但是有几个颜色 我还是蛮喜欢的 所以对我来说 还是蛮值得的 这样子 嗯 说完了口红和眼影 我接下来想和大家 分享一下 这个 TOOFACE的 钻石高光 也是我最近刚刚买的 嗯 然后打开来 是这样子 就是一个 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我觉得像手机 手机一样 特别大一块 嗯 然后它这个的价格是38刀 大约是反正200多人民币吧 你自己算一下 我我我我放弃了 然后 它打开来是这样子 超大一块高光 然后是那种 嗯 嗯 我也不知道 这是种什么奇异的颜色 但是非常闪 我在店里摸了一把的时候 嗯 然后我先上手 给大家试一试这是什么颜色哈 哦 它的粉质很 软柔的感觉 就非常的软 就不是我想象中那种很硬的粉质 哦 它的颜色真的是超级亮 也真的是钻石高光 好亮啊 就 我去 我觉得这个 出门可能都 就是人群中最亮的那颗星 然后我现在上脸试一下 嗯 哎呦 这也太亮了吧 没事 我就是最亮的星 哇 你们看这超亮 这真的 这也太亮了吧 害怕 哦 真的好亮 好高调的颜色 我感觉 天呐 我的天呐 看到了吗 你们看到这个颜色了吗 我的天 这也太亮了吧 我就 没有占很多 我真的没有占很多 好亮啊 再上一下鼻子 哎呦 哎呦 天呐 不行我要抹掉一点 真的好亮 感觉 跟打了玻尿酸一样 哎哎 但这个花鼻头好可爱啊 就是 让你的鼻头特别的 嗯 pop out这样 不知道这个怎么说 哦 这个真的好可爱啊 嗯 看这个花鼻子好亮 哇 这个高光好亮 太喜欢了 嗯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特别亮的高光 哼哼哼哼哼 沙滩上最闪掉的壁尺 嗯 嗯 今天这三项产品用下来 其实我觉得 他们家的产品都 嗯 挺高调的 你看 这个高光 你们也看到了 真的是超显色 然后这个口红也是 嗯 超级明显的颜色 然后那个眼影盘 也还是挺显色的这样 那么今天的测评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视频